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消息在市民中产生强烈的震撼 我们听听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北京市民对这个UFO议论纷纷 有人说是外星人专门来采购奥运会门票的 有人说是外星人来研究为什么西志门丽娇桥让人发懵的 还有人说是因为外星人听说北京天上人间的小姐太漂亮了 所以特意来爽爽的 看来北京市民的想象力还是很丰富的 本台记者在精神病院也发回了报道 请看 这次UFO事件给北京市民的心灵震动相当大 谣言四起 有不少人纷纷传言说外星人要进攻北京城 人心惶惶 一时间出现几千个被下风的病人 其中包括曾经状告张艺谋质黄泛黄的著名的李大妈 什么 你是说李大妈他老人家也下风了 嗯 是啊 他现在坚持认为外星人是来对他劫色的 导播说现在有三位著名的科学家代表政府出面 针对这次UFO事件对广大市民进行解释 我们看一下 请大家不要恐慌 不要相信伪科学 我相信大家看到的拍到的全都是幻觉 离地球最近的外星人也离地球非常遥远 他们非那么大劲跑这么老远来地球做什么 这不是吃多了吗 请大家不要听信小道消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有的人不传谣不信谣 可就是有一点他造谣 本台记者刚刚从军方得到内幕消息 我们马上进行一下连线 我刚才采访了政府官员 他们对这个UFO事外星飞船的说法进行了坚决的否定 并强调这不过是自然现象而已 而我从军方高层知情人士那里了解到 军方高层现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研究对策 军方已经进入全面战备状态 由于担心外星人的科技远远高于我们 所以军方已经计划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使用核武器 现在军方出动了大量的飞机 寻找这个UFO 看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了 一旦与外星人开战 后果不堪设想 北京城将毁于一旦 现在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 我台记者现在在北京城北某小区已经找到了降落的UFO 我们马上听听他发来的报道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北院小区为您发来报道 大家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有不少围观者正在一个发光物体周围看热闹 这个发光物体就是那个UFO 我刚才与里面的外星人进行了交谈 他们的领导同意我对他进行独家采访 你是说你跟外星人说话了 他们会说中国话 是啊 他们的中文说的很不错 交流没有问题 真的 天爷太好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也许您是刚刚打开电视 您现在收看的是威哥爱美美网站为您推荐的世界首个专访外星人的直播节目 这个创举将涌载史测 下面我们开始采访 王经理 您好 您好 你们非这么远来北京做什么呢 我们星球的奶牛不知何故乳房严重收缩变小 使牛奶产量下降了98% 对我们星球人类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我们特来地球寻找乳房专家 帮助我们增大牛的乳房 原来你们也喝牛奶啊 那么你们打算找地球上的哪位乳房专家呢 我们打算找的乳房专家是张义谋 啊 放开我 啊 救命啊 啊 啊 救命啊 啊 好了 任务完成了 我们现在返航 再见 什么 外星人把张艺谋导演劫持去他们星球了 天呀 一旦张导不在了 我们以后朝谁配本砖去呀 张导 您不能走呀 一帆风云 如三千 我孤如家 永远 喜来放山 同步 心中年 老地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年的奥运会了 于是放弃了这个方案 最后只好向外星人发送信号 请求他们放回张导 并打算协助解决奶牛乳房缩小问题 走在半路上的外星人紧急刹车 决定接受这个建议 最后经过与外星人的紧急磋商 北京市政府终于用一万头乳房丰满的优质奶牛 换回了我们敬爱的张艺谋导演 张导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激动的说 连外星人都奈何不了我 我以后还怕谁呢 毛子人奶 欢乐开怀 请大家认准毛子牌商标 本节目由美眉艾威歌网站冠名赞助播映 上美眉艾威歌网 看真正的女人 请不吝点赞助